心心囊囊又是周一 然后地盘上东西多 现在咱们就开始淘宝解肉 寻寻宝贝 老板非要搭我一个盘子 我说不要他盘子 我只要这个杯子 这个杯子漂亮 看见没有 人物化的很细路 很浓的一个这种细路人物杯子 行吧 我们过去 这老板把我追过来了 我跟他磨了半天 他不给我 因为其实是一个老门 如果不是老门 他肯定不会卖的 看下 总算在你这开张了 我这一店没买到 开张开张 一眼看过去 最有意思的东西瞎说 我来问问老板 这两个碗品项怎么样 大概要六千万 这个碗应该是 毛病百合不落地的 他们是广民国的 这种 昨天有个朋友还特意找 这种东西 这个大概多少钱 这个一万块 一万块 价格卖这么好 来不了 价格这么好 看这个地摊吧 这个地摊 我先拿着这件上来 这个地摊清花的多一点 有点广彩的东西 我们先拿这件 因为这件品质要高一点 老康的 老康的一个 折颜喜 折颜喜 这个造型也比较漂亮 然后是一个画鱼纹的 画蟹纹的 一个这种东西 一般鱼蟹纹的 一般都是在晚清时期 光绪比较多一点 老康的 这种年份不一样 这种民国光彩 这种 这种 老康的那个盘子呢 别别动别动 这是我看的 你又没涨 我现在拿着 给他弹好了 放在这里的 他弹好了 对对对 弹好了 一起买的 跟他弹了半天了 照相都照了半天了 我在一起转给你了 你包一下吧 刚才有个人 看没有 硬生上的就给我抢过去 还转着手不放 我跟他 我跟他说 我买了 他才放手 你这种人就特别的 说白了 没意思 只是我不太喜欢 跟这些人打 特别喜欢抢东西 就在我身边 还没有拿鱼 刚才我弹着那个盘 就放在手边上 好毛线 要抢去 干啥 这两件 来包起来 怎么的 还有意思 这个卖啥 我先自己留着 回头卖给你了 看一下行 看一下美食 看一下美食 你先卖给你 你先留着 先留着 也不是留着 我们也要卖的 也不是留着 那边有一个了 有个大的了 厕所那边有个大号的 这种 不过就发射比这个差一点 差多少钱呢 差那麦三千多块钱 你去看看 那边有一个 那个是完整的 最完整的 嗯 谢谢 没事没事 你喜欢这种品种啊 嘿嘿嘿 嗯 这个师傅一直跟着我过来 一直跟着我过来 这个还挺 那边是厕所是吧 就不一个厕所吗 还几个厕所 没想到这个鱼盘 虽然还有人跟我抢了 就是这个 今天又跟我抢这个火 我动作快 灵机一动 我说我买了 还好那个老板跟我很熟 他也愣了一下 他说是是是买了 其实当时还没有买 所以现在好东西 你看都是得靠抢的 抢的才能买得到